中国是首先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国家 但不代表病毒源自武汉 流行性疾病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区、国家、城市首先爆发 但其源头在哪里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应该交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 中国疫情隐瞒论、不透明论、毫无根据 我们已经用时间线方式多次介绍了中美沟通的详细情况 疫情发生后 中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 第一时间同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积极评价 美方从中方获取疫情信息和数据的渠道是畅通的 任何国家都应该始终把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首位 并为本国提供足够和有效的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抗疫斗争取得巨大成效 污蔑和指责别人是赶不走病毒的 我们希望美国人民也能早日战胜疫情 我们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敌制个别政客 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 中国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的狭隘做法 我们希望美国人能够敌的狭隘做法